中文字幕志愿者 先翻世界第一的土耳其女排梦回巅峰 收获第八胜锁定总决赛的资格 接下来就看看比赛的减数和全队主要球员评价 朱婷由于伤病原因缺席 吴梦姐领威受命搭档林盈先发出战 中国女排前半程还能稳住局势 只是遗传和拦网的问题导致出现起伏严重卡轮 后城渐渐被拉开差距 21比25、17比25 连输两局陷入极其被动的节奏 本以为面对世界第一的土耳其已经是大势已去 没想到女排姑娘毫无聚色展现顽强拼搏的态度 进入第三局全队是触地反弹 替补登场的张成宁保护遗传 林盈前排强势终结 25比21扳回一城 至此是越战越勇 我们没有任何的心理包袱 只需要打好每一个回合 这反而使收获绩效 攻防两端发挥神勇 最终25比23、15比13再胜 让二追三超级逆转 酣畅淋漓的胜利 让现场球迷格外激动 这澳门前11轮8胜3负 即21分提前场进总决赛 王月17分 面对强队 他是重新找回首周的强势表现 把握机会出手坚决 扣球毫不手软 同时还有防守 这才是我们期待的复攻 他无疑是最大功臣 值得满分 林盈25分 攻防全面 朱婷缺席很好的扛起主攻位置 袁新玉11分 13扣7重 4次拦网 或许前段时间 一直都在质疑他的篮房 这场硬仗 大队长站出来 张川廷7分 关键第三局替补出战 发挥亮眼 尤其稳住球队一传 这才让我们能慢慢找回节奏 三人是高分表现 攻翔宇7分 效率确实不高 主要原因还是状态不佳 队内没人能代替轮换 只能强撑 希望他能及时调整过来 吴梦杰4分 小将还需大赛的磨练 各个方面都得继续提升 两人表现基本合格 筷員5分别余 se得继续的